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今天是高雄市大众运输冬季免费措施上路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高雄捷运尖峰时段运量共69559人次,比上个星期一增加12109人次,成长21%,1%上周五免费首日尖峰增长幅度为11%,4%今天成长幅度比免费首日几乎多出1%, 高市推出冬季大众运输免费措施希望抵抗空屋,12月1日至明年2月28日,轻轨市区公车公路客运不限平常日持系统内电子票证依规定刷卡均可免费搭乘,高雄捷运则限定平常日的上下班两个先锋时段持系统内电子票证刷卡后可免费搭乘,高捷统计 上周五12月1日免费第一天,两个先锋时段运量共有77891人次,比前一个周五先锋运量多出7971人次,成长比例11%,4%今天是高捷免费措施第二个实施日,假日无免费,也是第一个上班日 尖锋时段运量共69559人次,比上个星期一增加12109人次,成长21%,1%成长幅度比免费第一天又倍增 加1%业务时段运量 مع译 alright,我们再见